好,我们继续带您来看到之前的原规台风所带来的豪雨情形 突如其来的强降豪雨造成花莲市重庆路以及周边地湾地区发生了淹水的情况 那么县员张美慧邀请了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下水稻科以及花莲市公所的建设客 里长们前往现场会看 4月13号原规台风虽然没有直呼台湾花莲县 不过外围环流带来雨水可以说是相当的丰沛 也造成了重庆路和自由街一带淹水的情况发生 为了解决民众的问题 县员张美会也要求换县政府建设处拿出办法来 8号也前往重庆路和自由街口来进行会堪 原规台风就是这一次的双十廉价 它的外围环流造成花莲非常大的雨量 那甚至在花莲市连重庆市场 重庆路这边还有博爱街这里都淹水 那附近的这个店家里长里民都怀疑是跟香榭大道 因为香涵的这个埋设埋管有关系 那针对这一点其实建设处提出的部分 就县府这边讲说其实是没有直接关联 但是我们要解决民众的疑惑 也要提出解决的办法 所以今天特别跟建设处这里下水道客一起来了解 也跟在地的里长跟里民共同 来互相的来意见的一个讨论跟提出 那所以就是在县府这边提出来的 有关于在自由大牌 自由街的这个排水系统 跟和平的排水系统 那这个部分的一个分区 那还有未来长远的制洪池 还有在重庆市场 重庆路这边的排水沟的测沟 是不是有塞住 那还有这个排水系数 所有这附近的排水系统 排水系数的强化 那还有清淤等等 这些都会纳入花莲县政府要进行 要成立一个委托的专业单位来进行 也会做出一个调查报告 那我在县议会也会组成专案小组 会来让民众来了解这次水灾发生的原因 同时也要求县府要有一个完善的短中长期的计划 让民众可以居住的安全 生活跟生命财产都获得保障 现在咱们会表示20多年来重新入 已经没有淹水的情况发生了 原规台风外游环流的一场强降雨 造成迪瓦地区的市民饱受了淹水之苦 它也会持续的追踪市民成全的案件 换线会也会组成专案 分成短期中期长期来规划 来务实的解决市民们长领的问题 接着我们观看